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 今天讲一下1505题 minimum possible integer after at most k adjacent swaps on digits 这题名字很长 这个题的话比较有争议的一点还是在于测试数据 那么直到新一天的话我发现这种 Brufos ONP放到算法的话还是能够通过的 但今天我试了一下的话就没法通过了 那么必须使用更高效的NlogN的算法 两期之前还是不要忘记观众频道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接收到我最近通知 每天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是给你一个number 它是用一个string来描述 然后里面有一些数字 这个string的话非常非常长 可以到达几万位 所以说它用一个string给你 另外的话它给你一个intgk 然后每次的话你可以允许交换相邻的两个元素 但是你一共只能最多交换k次 那么问你让你去返回最小的能够构成的这样一个string 那么它给你一个例子是4321 那么k的话是4 那么它的 它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样力有一定迷惑性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话 是4321先交换三和四 那么三和四交换一下 然后的话再交换一和二 一和二交换一下 然后的话再交换一和四 最后的话交换一和三 那么这其实是有点迷惑性的 如果4321的话 k的意思的话反回是1342 那么其他例子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它的数据规模 数据规模的话是1到30000 30000的话就告诉你的算法的时间法度 不可能是ON平方只能是NlogN 然后这个number的话只包含数字 但不包含前置的0 前置0 但你会发现你最后反回结果里面可以有前置0 但是它不会给你前置0 就这意思 然后k的话是到了19次方 k可以非常大 那我们来看看讲义 那么我们首先观察一下 如果k是足够大 large enough的话 就是说你的答案的话 就应该是你输入的这个string的全排序 比如说你输入是543210 那么你可以把它排成012345 就是如果说当你的k不是足够大的情况下 你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找到一个最小的数字 最小的数字 然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拿到最前面 如果说我的k只有2的话 那么我能够移动的数字的话就是3 我通过交换两次 其实你可以不用看交换两次 你就看把它从这个位置移动到最前面 需要走多少格子就可以了 那么它前面的话有54 有两个数字 所以说最小的数字 你可以移动的数字就是3 而如果你要移动2的话 你前面有三个数字 那么你的cost需要是3 那你没法移动2 所以说如果说k足够大的话 我们就移动最小的数字 如果k不足够大的话 我们就移动在所有可移动中的数字中 最小的一个 然后的话我们把它移动到最前面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答案就是354210 那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呢 其实和这个bubble sort非常像 就找一个数字最小的数字 然后不断地往上冒泡 你其实并不用去模拟这个交换的过程 你直接可以把一下子把它移动到前面来就可以了 但你其实移动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做这个swap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地规的问题 那么我们每次找到一个数字之后移到最前面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地规球界后面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k放宽到了10 54320543201010的话 那么我可以移动的最小数字的话 当然是这个0 我们把0先移到提到前面来 那么它的前面有5个数字 所以说我的cost是5 那么我就去地规球界后 右半部分变成54321 然后我的cost的话是5 同样的话我可以移动1出来 1的话它前面有4个数字 所以我的cost是4 那么5-4的话是1 然后我基于地规球界右半部分 54321 那么当我k的1的话 那么这时候我就不能去移动最小的数字2了 那么我可以移动的数字的话就是4 那么我们把4提到前面来 那么剩下的部分的话是532 这时候k的1 k的1的话就是base case 你不能做任何修改了 那么你直接返回这个创本身 那么532 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 014532 那么答案的话就是014532 那么但是在最坏情况下的话 这个string如果是逆序排气的话 就这种情况 543210 如果说我一个naive的implementation的话 我把这个数字移动的话 我每一步都可能需要on的时间去把它move出来 move到最前面来 然后的话这个就会导致超时 因为这个k的话 这个n的话最多可以到3万 那么3万的平方的话是肯定会超时的 那么空间复杂度 这种实现的话空间复杂度稍微高 而且如果说你使用inplace的实现的话 空间复杂度的话只需要o1 不需要有外的空间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题目的话你要发现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真正的去physical的移动这些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数组中把数字移动到前面的话是非常昂贵 因为你要把他前面所有数字都往后移动一格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真正的去移动数字 那么其实我们关心的是移动这个数字到当前的最前面的cost是多少就可以了 我们并不是需要真正的去移动它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关注这个数字之前 首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我们当前要移动的数字它的index是多少 然后我们只需要去关心在这个index之前有几个数字被移动过了 那么我的cost的话就是我的index减去我前面的移动过的数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一个前坠核的问题 但是这个前坠核的话是动态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知道这个binary index tree或者说叫fanwick tree的话 它就是比较适合来compute的这种就是dynamic的prefix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边我们第一种情况的话是模拟的 那么假设我零和一已经移动到最前面来了 这时候我剩下的部分是五四三二 那么我要把2移动到最前面 那么我知道我这个strain的话长度是4 然后我2的话index是3 所以说我移动到最前面的话它的cost是3 走三格 然后move完的话别人012543 如果说我的原始数组是510432的话 对于移动到上面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这个零和一已经被移动掉了 所以说我知道我现在2的index 我2的index是5 那么我需要去关心的是它前面有多少个数字被移动过了 那么我需要它的一个前缀合 那么这个前缀合的话是2 那么因为在这个前面的话是0和1被移动过了 所以说我移动的cost的话就是 我当前的index减去我前面所有移动过的数字的和 那么它的cost的话就是5-2等于3 然后我同样可以去在不移动不真正的去移动2的情况下计算出 如果说我要把2移动到最前面 并且1和0已经移动过的情况的话 我的cost是多少 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cost 就是因为我有k这个限制嘛 所以说我要关心这个cost 所以说用通过这种前缀合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去真正的移动数字 然后接到前缀合的话 我们只需要logan的时间 logan的时间 然后计算n变的话就是nlogan 然后我们把时间法度降到nlogan 就可以通过了 那么空间复导度的话是on 我们需要on的空间来记录这个tree 然后我们还需要on的空间来标记哪些 为了重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标记哪些数字移动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构建重构这个结果 那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看这个prefix sum 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举这个例子比较复杂点的例子 510432 510432 k的一期 那么一开始的话 我的virtual array 就是假设移动过的数字的话 是这样子的 510432 然后physical的话是 physical永远不变的 就一直是510432 然后move的数字的话 是一个binary mask 都是0 那么cost是没有 k的一期 然后的话我就去找最小的数字 找到最小的数字的话 就是这个0 这个0的话 我需要移动两格 移动到最前面 它的index是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0前面 它的这个prefix sum 当前的这个prefix sum 就是多少个数字被移动过的话 是0 所以说我的cost的话 就是2-0.0 然后我们把这个0 这位标记为1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移动到前面 其实我们physical 并没有移动它 那么这个时候k 就是7-2变成5 然后去找第二个数字 那么第二个数字的话 是这个1 那么1的话 它前面没有数字移动过 所以说它的cost的话 就是它的index 1-0 然后把它移动到 移动到最前面 就是0的后面 然后5的前面 然后我们把1这个位置 也标记成1 然后cost的话是5-1.4 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最小的数字的话 是2 如果说我们要移动2的话 我们就根据之前说的 我看一下2 前面有多少个数字被移动过了 有两个 就像是我求这个prefix sum 那么这个prefix sum是2 所以说我的cost的话 就是它的index是5 然后5-2的话是3 3的话这个就是cost是3 然后k的话就是4-3变成1 最后我的k只有1了 那么我最小的数字 最小的数字是3 但是我没有足够了这个budget去move3 所以说我只能move4 move4的话 它的这个prefix sum也是2 它前面有两个1 然后我们把这4移动到这个位置来 那么它的cost的话就是3-2 就是它的index是3 它的prefix sum是2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cost是1 然后最后k减成0 那么一旦k减成0 或者说你所有的数字 全部移动完的话 那么表示说我们这个过程中止了 那么我就找到最小的这个串 这串的话就是012453 并不是完全排序的 因为我没有足够多的cost去 足够多的budget去 把它所有的数字全排序一下 那好 这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 那么我们最后来就来看一下代码 那么左边的话是这个FanwickTree的模板 由于它内部实现的话是one-based 所以说我们要加一个padding 如果你有n个数字的话 你需要n加1 然后update和query的话 我都去我这边的API的话都是以0-based 所以说我们这边做之前的话 要把它i++变成one-based 那么这个是什么 如果对这个FanwickTree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那么假如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FanwickTree 这样一个类 我们看怎么实现 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长度拿出来 然后的话我们要去 为了去快速查找最小值 我们可以把因为一共只有十个数字 十种数字 我们可以把每个数字出现的这个座标记下来 那么0123456789出现的位置记录下来 那么就是便利一下i从0到n 然后把它的所对应的这个数字 在第一个位置出现下来记录到我们这个q里面去 这边的话我用了q 因为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用q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FanwickTree 长度的话是n 另外的话我们又使用这个use的这样一个数组 就是个binary mask来标记 哪些数字被使用过了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和这个Tree是有点重复的 但是为了我们为了快速去构建 我们这样一个answer这个string的话 我们用这样一个这个辅助数字的话 可以快一些 当然你可以完全依赖这个数来去构建最终结果 那么时间复杂度不变只是稍微会慢一些 然后我们又给这个answerstring 那么我们就做循环 那么当循环是k大于0 或者说我的answer长度小于n 就是还没有完成 并没有把所有的数全部排序完 或者说我的k已经用完的话 那么我们就退出 如果说已经所有的数字全部排序完了 或者说k小于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就等于0的话我们就退出 然后的话我们就去从最小的数字开始尝试 最小数字开始尝试 那么是从0到9 那么如果说的数字已经用完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 那么我们就找下一个最小数字 那么找到第一个 找到最小数字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的位置拿出来 它的位置的话就是position d的front 就是这个数字的当前第一个位置 然后的话我们计算到cost 它的cost的话就是它所在的位置 i减去它的前缀和 那么就是0到i减1这样一个 它的前面的这些数字 有多少个数字被移动过了 那么用tree.query 这个i减1就可以得到它的前缀和 那么这一步的话是logan 如果这个cost比我现在k要大的话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移动这个最小的数字 那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找下一个 那我就去找最小的可以移动的数字 如果找到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cost k减等于这个cost 然后把它追加到我们的answer这个数字中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这个slide中看到的这个左边的部分 那么就是把它加进去 然后的话我们就去更新这个范围去 把它这个di位标记为1 就是表示说di位增加1 就是说它被移动过了 那么所有它的这个相对的前缀和都会被 就是partial前缀和都会被更新 所以我们把di位标记加1 然后把它标记为使用过 那么这个数字一旦被使用过的话 我们就把它的就是从这个position数字中pop掉 那注意一旦你找到了一个可以用的数字的话 我们就要结束这一轮搜索 所以说这边需要有个break 需要个break 那么这个循环的话 外循环的话最多会被执行 n次因为每一次的话 我移动一个数字 这个内循环的话 最多每次被执行十次 就尝试所有的数字 然后每次执行的话 我们把的时间法度query和update的话都是 query可能会被执行十次 这个update的话最多会被执行一次 那不管怎么样 它是这边是执行了常数次 这个logan的操作 所以说我总的时间法度的话 就是nlogan nlogan 那么这部分做完的话 就是我左边部分已经全部移动完了 那么对于剩下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边之前说的这个use的数组 如果说它没有被move过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追加到 按顺序追加到我这个answer的这一个右边 右侧 比如说这边 5和3没有被move过 那么前面的话我的answer是0124 然后我剩下的话去辨订一下这个数组 把5和3追加按顺序 追加到我的answer数组中 那么就变成012453 这样一个答案 那么就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这套题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就是说你要能看出它是一个 把它转发成一个前缀核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还是要需要知道这个fairwick tree 或者说你用segment tree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fairwick tree 对这套题目更适合一点 这是它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应用 然后这套题的话讲到边 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那么我先试了这个ln平方算法的话 现在是至少c++是没法通过了 我不知道其他语言是什么情况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去投机取巧了 因为它你可以去做一些这种pruning 就是说当key足够大的时候 你去直接返回一个排序的数组 就可以避免on平方操作 但是它现在最后加了一个test case 就是把你卡住 所以说你还是得用一个正确的高效率算法来做这个问题 讲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 投币 关注 如果想讲清楚的话也欢迎在屏幕上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